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喜欢读书 我也喜欢听自己的声音 我现在已经有了六万个粉丝 这个没有任何可炫耀的 我只想说 我读书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还有很多人给我打赏 点赞 留言 我都非常感激 在我的专辑里有一本书读懂美国诗 日本诗 中国诗 世界诗 而且我马上就要把举与刀这本书读完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想读遍全世界 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已经基本的已经全部都读完了 除了举与刀以外 明天举与刀就结束了 那些喜欢历史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不嫌弃 那就跟着我一起走遍全世界吧 今天这第一章非常短 大家耐着性子 听我 以后慢慢到来 一本书读懂德国史 第一章 从早期部落到国家远起 在遥远的北欧 曾经生活着一个坚韧 桀骜的民族 日耳曼人 他们英勇善战却家徒四壁 他们崇尚武力却装备落后 他们实不果腹却从未放弃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他们在侵略与被侵略之间徘徊 不惜离开生活已久的故土 到彼处重建家园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逐步壮大 建立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庞大王国 涌现出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英雄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期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